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写这个普赛的时候它的角标 我们NLM也都是老老实实的给它写到这个普赛的下方 顺序呢也不要发生变化 第一位是N 第二位是L 第三位呢是M N的取值在解这个单电子原子确定额方程的时候 我们看N的取值是没有限定的 从1开始取 一直取下去 取正整数就可以 最后L的取值从0开始取 取N个 取到什么呢 取到N-1 M呢 取值从0开始取 正负1 正负2 它有正有负2 分头取 0 正负1 正负2 一直取到哪呢 一直取到正负L 这是M的取值空间 而且呢 普赛的这表达式当中 因为我们要求你在解R方程 解θ方程 解φ方程的时候 这个R函数 θ函数 φ函数都要归1化 那么也就是说它衍生出来的这些函数 Y函数和普赛这个两个函数 也应该都归1化了 那这个归1化的这个关系式 我们在这里面都给它罗列出来了 下面是这些表达的过程 那么为什么我在这里单独罗列出来呢 就想提醒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在求作标系下 我们的这个微小体积元的表达式 dtau是等于R的平方sin in θ drdθ和dφ乘dφ的 而在直角度标系当中 dtau是直接就是dx乘dy乘dz 在求作标系下 除了drdθ的dφ相乘之外 它前面还必须要乘上R的平方sin in θ 所以在讨论这些表达式的时候 那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你在进行积分的时候 它R平方和sin in θ的这项不能落下 那到底具体积分的时候怎么办 你看第一个式子 这个dφ积分 φ方程在dtau内部出现φ的地方 只有什么呢 只有dφ 所以对于φ方程的积分 那么直接不加任何啰嗦 直接就是φ相乘之后 归1化之后 在dφ dφ的积分空间0到2π 它就直接只是归1化关于是等于1了 对于θ积分 星号之后乘上θ这个函数 之后还应该乘上一个sin in θ 为什么在乘上sin in θ之后 在对空间积分的时候才能归1呢 原因就是你这个dtau 在dtau这个表达式当中 有一个sin in θ这一项 这个sin in θ这一项 因为它含有的是θ变量 所以它的积分 它在归1化的时候 它积分一定要归结到 θ的积分这个里面去 注意θ函数 它归1化关于是 多了一个sin in θ这一项 而且还要注意 θ的积分线是从0到π 不可以说我们一种惯性思维 认为是0到2π 这是不对的 θ的积分线是0到π 最后看第三个式子 第三个式子是关于R函数的 这样一个归1化关于是 那R函数除了R的 共和函数乘成R次3之外 还应该再多上一个R的平方 原因呢也是由于 在D套的表达式当中 出现了一个R的平方向 那你不可以说 我D套当中出了一个R的平方向 就我R的平方向 我归到C的积分 或者φ积分当中去 那是不行的 因为它C的积分和φ积分 它是对φ来进行积分 对角度部分积分的 它和R没有关系 你放进去也是一个常数了 但是在R这个积分当中 它是一个变量 它要参与积分来的 这是R的规义化关系式 那么同样 角度部分的规义化关系式 就是Y函数 因为三一θ属于角度部分 所以它的规义化关系 两个变量 θ从0到π φ从0到2π 之后把那个三一θ像 归到角度部分 之后整个一个波函数 在进行积分的时候 D套那项 自然而然 一个都不能少 一定是R的平方 sin一θ的加进去 参与规义化 才可以 第二个要说明的问题 就是什么呢 普塞这个函数解的形式 因为φ方程有两套解 一个是实数解 一个是浮数解 所以普塞这个函数 也有两套解 一套呢是实数解 一套呢是浮数解 我们这个浮数解呢 从数学上来讲 比较容易理解 表达起来比较清晰 这个浮数解 它是普塞 NLM 这个量子数呢 都在这上面 但是实数解不一样 实数解呢 它是一些符号 在那罗列 一会儿大家 给大家展示一下 它的那个解的形式 它的那个下角标的符号 比较的复杂 就是幅数解 有幅数解的 应用的便利的地方 实数解 有它自身便利的地方 比如说幅数解 便于了解 角度量在这方向 分量的意义 这地方呢 在实数解 你是没法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实数解 有什么便利呢 实数解 每一个项 都是实数 有利于我去做图啊 如果说你出来了一个虚数 你说我怎么去做这个图形 所以说 各有各的好处 各有各的用处 所以我们实数解 和幅数解 都是并列使用 你哪个方便 用哪一个 但是这个实数解 在表达的时候 它的下角标 也有三个位 这三个位 注意哈 和幅数解 那三个位 是不能一一对应的 只有第一个位可以 第一个位是一个数字 它代表什么呢 代表的是N 这个 幅数解和实数解 都是一样 第二个位 有一个符号 这个不是数字了 但是是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 对应的什么呢 对应的是L 就是在幅数解当中 这点直接是放上一个数字 比如说L这个位置 直接放上0 我就知道L等于0 但是实数解这地方 如果L等于0 我不写0 写什么呢 写S 如果说L等于1 我不写1 写什么呢 写P 如果L等于2 我不写2 我写什么呢 写成D 就是它和你 直接和你原子轨道的符号 相对应 直接把原子轨道的符号写上了 第三位 也是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呢 就比较复杂 它不是直接对应着你这个量子数 第一位和第二位 虽然是符号 但它也对应量子数 直接对应 但第三位不是这样 第三位的这个符号 和X和Y和Z有关 有的时候写成X 有的时候Y的一些形式 有的时候写成Z的一些形式 它表示的是波函数 可以写成这种函数的形式 比如说这个时候 如果是写X的某种形式 那说明这个波函数 可以写成X的函数 写成Y的函数 写成Z的函数 它不是和量子数 一一对应的 比如说我们看 第三个函数 Psi 2PJ 看这个第三个函数 Psi的表达是 下角标第一个位置是2 N呢代表等于2 最后第二个位置是P 我们刚才说 如果它是P的话 我们一下就能反映出来 这个角量子数 L是等于1的 第三个位置是一个 角标的角标 写成了一个Z 这个代表什么呢 它可以写成Z函数的形式 就是我们现在展示的这个 可以写成一个Z函数的形式 就它 因为它写的是Z 所以对应的这个M是唯一的 那如果说它要写的不是Z 比如说最后一行的这个函数 最后一行的这个函数 它写个正负一 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是说和量子数一对应的 只是RPG这个函数 因为它比较特殊 所以它和这个M等于零时 一一对应的关系 还有一个就是实数解和 负数解之间 它们并非就是完全独立的 你是你 我是我 互不干涉的 不是这个样子 它们之间呢 有共同的地方 它们之间呢 也有对应的关系 只是说不是一一对应的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你像普赛2PG等于普赛210 这个就是一一对应的 比如说普赛3DG的平方 和普赛320 这也都是一一对应的 但其他的那几种情况 你看每一个函数 都是另外两个函数 它们相加相减 进行这样的线性组合 最后得来的 所以实数解和幅数解之间的 这种关系 到底是不是一一对应的 这和每一个不同的轨道 不同的函数有关的 有的是一一对应 有的呢可能就是 实数解释 浮数解它的组合来的 这样一个结果 这些结果呢 就是我们通过它具体的表达式 都可以给它推出来 相等的这种关系